請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語,不適宜遺同及疑打爛鎮人士觀看 網上超級市場有千千萬萬款零食 想問星夜市真是選到眼都花了 今次我選擇的準則很簡單 就是找些只有一顆升評價的零食 即是有評價得來,又最低分那些呢 一起開來看看究竟他們是被人誤會了 還是真是伏到沒有朋友 我會由伏味淡至濃地開 抹茶味的杏仁朱古力應該不會難吃得去哪 裡面是獨立包裝的 數起來有十一顆 開出來大概有我的手指公頭那麼大顆 裡面是顆沒什麼特別的圓粒杏仁味 都是硬得來又沒什麼味道 重點是朱古力 包得好嫩厚之餘 還要是金幣朱古力這樣的質地 吃起來不是朱古力味 都不是抹茶味 反而有一陣只有甜致的假奶味 即是很便宜的賣精味 放到最後一陣很淡又很膚淺的抹茶味 朱尾金不自然的抹茶製品真是很難得 說你知的,你未必說得出它是抹茶朱古力 這些東西真的試一顆就夠了 請人吃都不好意思 想不到第一件就那麼穩定 希望這盒曲奇餅某一星只需在那罐老土 它不算很大罐 我攤大隻手都大得過去 我還以為開出來會好像南半曲奇那樣 誰知它都是獨立包裝的 整罐裡面有九包 每包有兩塊餅仔 餅仔 餅仔細小很正常 不算太細快或太薄 聞到是很甜的咖啡糖咖啡味 吃到好冷菜 是乾到裂那種脆離 幸好它不算很硬 不過它又乾又實 所以一點鬆化的感覺都沒有 餅上面有些只有甜甜的朱古力 分佈得很不平均 有些有,有些也沒有 塊餅甜得來有很明顯的咖啡苦味 記住我是說苦味,不是說甘味 輕橫去牛油味淡得來 不酥又不臭 起碼叫做可以放入口先 對比之前盒濕狗朱古力 好像正常一點咖啡 本來想找一星對它來說好像有點黑薄 但是吃完整口都是那股甜到入血 令人好不舒服的甜味 我就知道一星都給多它 之前那兩件都是馬來西亞做的 究竟那邊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傳統零食會好一點 那就開這包經典馬來西亞風味香脆魚餅 括活配辣醬來試一下 它一晚要買兩包 又是伏的話我就扣街啦 不要以為是燈光的問題 它實物真是這麼暗淡 好似病了 所謂的括活配辣醬 即是裡面跟了一包辣醬給你 開出來你一定知道它是魚餅來 因為聞到真是好韌聲 和走了魚當就沒差無幾 不知道是它本身還是運送的問題 倒出來大部分都是碎濕濕的 吃下去是硬滑滑那種脆離 魚餅摘下其實沒什麼味 不鹹又不甜 只是吞了口會腥腥的 怪不得這麼好死金包辣醬 醬是甜辣醬味 有點像韓式炸雞的甜辣醬 再甜一大折感 包醬其實不算難吃 用魚餅點來吃都不覺得是過甜 但這樣的組合給我一種不知做什麼的感覺 點了醬塊餅也是腥的 塊餅又沒令醬好吃到 為什麼它們要一起的呢 終於有樣東西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了 它是德國做的純素糖味 事先聲明一下 我一向都對這些有酸粉的糖一般 還好想偏頗的 這款顏色內蠻令我想起懷舊扭蛋 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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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面有五款五種顏色的恐龍 形狀都很完整 不難分那種那種 入面最稀有的是液龍 是有新手二注的 有多恐怖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不同顏色糖 吃起來不至於好像有點敗 不過都是在歐西蘭扮的芽生果味 以糖來說,味道沒什麼問題 都是大家想像中國醬酸糖味 要挑剔的話 只可以說它摸起來有點硬 吃起來完全沒有彈性 咬起來有點黏牙 以夾糖質素來計 都不是那麼垃圾 日本啫喱仔聽起來好像沒多伏 但是它說它有野菜味的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它不算很大包 裡面只有六顆 這顆東西無論聞落還是吃落 都是提紙糖的味道 反正我不會說得出它跟菜有什麼關係 吃落泡提紙味不會太假 鹹得來正常不會太膩 質地跟鞠躍啫喱有點像 但是就不爽又軟一點 整體來說,不復得來還很正常 不過它沒有菜味我就很失望 希望這盒來自美國的批 可以給我一些驚喜 一盒入了4件 可能是運送的關係 來到都不是很帥 它好像包紙巾一樣大 每件都爆裂了餡 下面的照片 批面的濕糖霜 在食物就見不到 它的皮是厚得來 又傷了氣的酥皮 一些酥和脆的感覺都沒有 食物濕濕的又甜甜的感 實在是有點難受 裡面的餡是劈車梨子味的果醬 夾集著好像物戰車梨子的物體 就這樣看可能你會想起藥水味 但吃起來就沒有很正常 沒有杏仁香蒸之餘 還沒有藥水 我覺得它的味只需要甜一點 正當我試完打算收拾東西的時候才看到 原來盒東西本身是要雪的 但是送到來的時候都已經好像沒有雪過 我當然也沒有雪過 好啊 即是我吃了一件 解凍了好冷多日的東西 所以上面說的東西 你們都是當我沒有說過 還有 我會不會死的 千層蛋糕本身是人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這些包裝的 總是服味很濃 基本上我沒試過買一塊這樣的包裝的千層蛋糕 是不服的 這塊是斑拿味 聞到出奇地 蛋味更重過斑拿味 吃起來就沒有好冷正常 就好像包裝蛋糕那樣的味 再搭點包拿味 這牆明蛋糕經常都有那股酸味 哪口味它都沒有 這種蛋糕實的的一點 其實我沒什麼所謂 但是它吃起來真的好冷乾 是乾到你就這樣看都覺得它乾那種乾味 未知入口會變散散的乾 如果跟杯咖啡或者奶這樣吃都還要接受到 似乎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冷恐怖 還是我吃得太多服的 所以包容一點呢 最後又回到馬來西亞 它無論是顏色還是公仔 當下都很服 名字還叫喬喬 裡面有五隻味割兩條 不過我當然不會嘗到那麼多隻味 你當我傻的嗎 幾隻味用顏色都猜到哪隻打哪隻 是提子味對不到 那就試一下這條是否提子味吧 包東西送過來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說過 擠出來的質感是這樣的 正常人吃的話當然是就這樣擠進口 吃下去我又不是好過它是提子味 就味反而令我想起生粥 整件事只有一個甜字 喝下去是潔生啫喱水的質感 裡面有些奇亞子 所以中間會有一顆顆滑的感覺 加起來就好像吃番茄裡面的東西一樣 可能是見到這樣的顏色已經輸了它有這樣的表現 沒有那種令人驚喜的伏味 以烈皮心態來說我就有點失望了 看回有不少人比一星都是因為份量比想像中少 覺得怪 或者送到包裝爛了等等不是好關產品本身的原因 未必是等於難吃的意思 所以要找最伏的零食都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我這次出盡耐力都是找到這隻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HKTVmall上面的中伏推介 多人說的或者可以拍攝雜力點小 嘻嘻 看回到這隻東西 看回家 由這個新鮮精 你是否喜歡? 來吧 晚上